上保侍从之恩 父母祖先 众生国家三保 夏季群生之苦 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回想 然后希望我们所写的派一位祖先 受苦者冤亲在主 因为我们的精进 跟发心 他们超度 所以各位今天已经 议辞君庆 所以离开了国王 争权夺利 也离开了世间的爱人 六亲眷属 拜别父母 龟头三保 这个龟头三保 好像是 听起来好像是离开世间 不是三保是为世间存在 佛是为众生存在 只是这个存在 不是我们的无名爱人 而是用一种真爱 去爱父母 去爱子女 就像我自己 各位都知道 我爱我儿子 真是爱到命干子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甚至说 儿子是我的生命 但是我出家 除了对我父母的保恩 感恩我太太的照顾 更是我发愿做我儿子 生生世世的生命的老师 做给他看 我不用跟他讲话的 反正他随时会知道我在干什么 做给他看 希望他了解生命的真相 所以这样来 龟头三保 真正为佛的弟子 这句话最重要 佛的弟子要用佛的想法来做事 所以 故如应当端身合掌 自成做官 礼拜十方复 所以 我们暂时放下 现世的父母 然后呢 龟头三保 所以现在念的这个很重要 龟一大四尊 为什么 能度三有苦 这个三有 就是三界六到二十五有 所有众生 我们只要真心的 龟头大四尊 能度三有苦 这个听起来 大家都说对啊 问题做到的很少 大部分的人在修学佛法 还是用自己的想法 才评判佛教 我喜欢 我不喜欢 所以迷迷惑惑很多 这个佛教就当做一种知识评判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各位以后 如果你碰到任何问题 真心的跪下来念佛 还是坐下来 把自己的想法 一切交给佛陀 就像交给观音菩萨 你一定脱离米 不要迷惑烦恼 我劝各位除了拜佛 要多看经典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不看经典 你不看经典 你就没有跟佛陀沟通 经典是佛陀亲口所说 看经典 看不懂的对照论 然后实践戒律 可以啦 不但若此意愿诸众生 不但我们这样归头三宝 当愿所有六道众生 普入无为乐 你只要归头三宝 你就可以 就像你归头阿弥陀佛 会不会是极乐世界 十方诸佛 你只要有信有愿 你就可以进入那种空性的 慈悲的快乐 所以我们这样的短期出家 乃至发行长期出家 当然不是说今天才拜 我认为特别我们出家人 要天天拜 而忘了 千万不要忘了 要不退出心 成佛有余 不能忘了 我们修行的动机 所以要特别感谢我们法灵士 我们罗拉伦波切 上师的慈悲阿 哇 这么庄严的道场 这么庄严的佛像 乃至十方诸佛 祖师大德 护法上神 都在我们头顶 各位啊 你这个一拜啊 是用你 不是这一辈子的生命 是从 一切一切 从今天到敬畏来即的 生命 一切一切 包括你的心 规依 好不好啊 规依 那你有了信心 什么问题都没有 因为佛是不可思议的 法力无边的 射受一切的 还怎么好烦恼呢 就像地藏王菩萨 光目尼婆罗门里 啪 摆下去 为了求他的妈妈 知道他妈妈有没有受苦 你看 这样一拜 佛就会讲话 以佛力引导他 去看到地狱 他妈妈就超度了 但是看了什么 原来这么多众生 如他的母亲在受苦 他就发起了真实的菩提心 那有什么问题 那别人拜佛 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信心不够 他这种孝顺 这种信心 所以他自然得到感应 我想这个部分时间 重点在心态 再来这个香汤灌顶跟落法 我们一起圆满 所以呢 我先把后面落法的碾一下 善男子善女人等 这个时候种种因缘具足 此乃旷解多生之善因 就像我这一辈子 绕了一大圈 什么都去做了 好事坏事 什么因缘都去接触了 我才知道说 哎呀 我是为了出家 为了孝顺 报恩而来 那个时候 心里非常的欢喜 很有力量 死都甘愿 当然 当你有这个想法 问题是 后面 很难解决 父母对我这么好 兄弟姐妹 太太小孩 家庭事业 社会关系 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拉扯 但是也觉得 过去浪费浪费了 所以 浑浑噩噩的 这样再过 终于能够有机会 种下一个善因 累结的善因 就像汽油碰到火 砰 突然就起来了 一定要修行 一定要出家 所以这也不是 这一辈子 或是今天 这是累结的因缘成熟 所以非今朝偶尔子侥幸 所以 精卫如等 退去顶法 可 可 你要说可 等一下 女生爱漂亮 最好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都可以踢掉了 前面凸一块 那你就放下吧 那时候你还哭哦 还要告我 你就看多执着了 所以各位叫 试试看 下回有时间 你休息半年 你一个光头 也可以短期出家 晃来晃去 看习不习惯 不用再化妆 你看多快乐 试试看 所以 那今天就这样练习 好不好 顺便拿一张卫生纸 就可以一剪下来 然后这个头发 就可以纪念 我剃过头 离过头发 然后希望哪一天 真实能够落法 对不对 这是多伟大 多么放下 多么自在 你解决事情的事情 永远解决不完的了 这个世间 这么烦烦恼恼 只要让你看到空性了 而不是解决它的 所以 尽力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样念的是两段 善哉大丈夫 能了事无常 舍熟 助你还 所以 不分男女的叫大丈夫 能够了解 世间的一切都变化无常 所以钱也带不走 爱情也不是永恒 健康也会生病 做高位也会下台 有生命就会死 各位要多思维 一定要把这个 看世间来想这个法的道理 你才会知道什么 就要慢慢的了解 所以舍离世俗 走路解脱 泥环 甚至稀有难事意 所以这个水一点下去 等一下 你们都有水吗 这个水一点下去 就等于你烦恼洗干净了 好不好 这样就洗干净了 帮各位预火 预火 我觉得基督教也不错 整个把你泡到水里面 受洗 所以 这也是个 让你记忆深刻 所以他们那个受洗 让人家一辈子都觉得记忆深刻 他在受洗 这也是个方法 再来翻过来是 当剔除一点点头发 或是男生 他们有剔度 要念这个毁形守智节 我们要毁掉对外表形象地位的执着 我守了一个解脱的自弃 一个菩提心 所以当下割爱无所亲 这句话最重要 一般人说无所亲 他可能要去自杀了 我的亲人在哪里 我的爱人家庭在哪里 事实上那个只是吸毒中毒一样 太痛苦了 哪有放出来的狗说还要跑回去的 大家都想要脱离监狱 但是没办法 监狱有出狱的一天 男女的情爱没有放下之气 还跟你约好 下辈子继续见面 还黏在一起 吵架一辈子 所以但是 今天各位要放下这个心 割爱无所亲 变成慈悲 对你的家人变成慈悲 弃家弘胜道 放弃世俗的家 让自己的生命 去弘扬佛法 弘扬真理 承担如来家业 愿度一切人 要发愿度所有众生 好不好 下回我们短期出家 再过几年到非洲办 办完到俄罗斯办 好不好 我这样做的意思 是要跟每个地方的结缘 都结缘 当然你能够到那个地方办 一定到那个地方结缘 不然还去不了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第八戒 但是呢 就会想尽办法 那我想各位 经常的在佛前发愿 希望哪一天 自己能够体悟到 空性菩提心的道理 再来呢 有因缘 真实的出家 这样 当然这里面有个条件 就是你已经体悟到了 世间轮回的苦 而生起了处理心 而了解了空性 而生起了众生 体悟众生 父母苦的悲心 而愿为众生 学诸佛菩萨一样 出家的菩提心 那这个时候啊 希望 现世 来世 都可以 当然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大出家的意思 你往生极乐世界 保证 正入空性 大悲不退转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的人生意义 就非常有意义了 在轮回的过程 众生在苦 但是呢 你虽然在轮回 好像也苦 但是你心里 可以超越这个苦 这个叫空性 然后呢 不怕痛苦的 去奉献自己的生命 去奉献自己的 种种的能力 这个就是 佛陀示现 给我们看的生命 所以 我们福报再大 都没有佛陀福报大 但是佛陀示现 这样 出家 修苦行 成道 度众生 示现涅槃 那各位把这个 种在你的 意识田里面 成为你的愿 所以刚刚念的 这四句话 最好各位要把它背下来 背下来 你之所以会有 世间的烦恼 是因为你没有 皈依三宝 你用自己的 分别想法 你会觉得很懊恼 很快乐或很痛苦 这个都是很迷惑 这个都是因为 没有依止在三宝 不但我们依止三宝 也希望这些 这些黑暗无名 痛苦的众生 能够依止三宝 因为依止了三宝 生死都解决了 所以烦恼 他就知道烦恼 是自己造成的 会生起一个惭愧心 所以会更精进 也希望来一天 能够把这个道理 弘扬出去 放下世间 所以我经常喜欢念 顺之皇帝的诗 我本西方云纳子 为何胜在帝王家 胜在皇帝家 你看顺之皇帝 太太那么多 二十几岁就 四宪生病 事实上是为了出家 能够自由自在的 去修行 普度众生 所以世间的再好 都没有修行好 黄金白银非为贵 唯有加沙披肩难 所以各位 这几天在这边吃的树 好不好吃 住的房子 好不好 不要回家了 这边的风景 好不好 这边哪有什么烦恼 除非你要自找烦恼 但是会找烦恼的 住久了 还是有烦恼 看不惯那个柱子 看不惯那个上司 看不惯那个树 那是你的问题 他说如果有空性 你要有智慧的